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陈时政部长 我个人更是尤其高兴 我能在这么近的距离 访问我们国家最高的卫生首长 我看到太多国家卫生首长都隔了好远 然后带来的几乎都不是好消息 只要一上媒体带来 几乎都不是好消息 但是我们这边都是好消息 部长 刚刚我们谈了很多疫情 我还想有一个问题 到底国人要不要担心 我们国家有一天 还是会可能出现本土兵力 虽然已经有两百多天没有 真的 我一直想就是说 无事地之不来 是我由以待之 所以医疗量能各方面 我们都有做好准备 所以不可能是零一直下去 期待了 但我不能期待那么高 但我们的医疗环境 我们的检测 我们的追踪 应该都已经大致都就绪了吧 对 那个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 我们是有准备的 从此有小规模的疫情起来 那绝对可以把它应应得很好 所以国人不要多拆 戴上你的口罩 对 没有错 包括我这边准备了一些东西 大概大家知道 这是有肉燥饭 共玩猪肉的水饺 卫福部我也不知道 副部长您来了之后 也许是您来之后 任务变得特别多 现在台湾社会上 一讨论的关于就是 明年1月1号开始美猪 关于这个含瘦肉精美猪 帮人我们看到的消息 其实是瘦肉精含量 是在公布之后 只要容许量以下的 对 各股的猪肉 你都可以进来 对 所以部长你总的来看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 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 好 我将来1月1号 民众怎么去选猪肉 或猪肉的加工产品 对 第一个在里面 我们有所谓的原产地的标示 会 会有原产地标示 所以在这些大概有用到猪肉的 那他就要来宣布 就是说他这里是用国产猪 或是美国猪 即使是加工产品 他都要标示产地猪肉 对 那这个是有 这个是水饺做的 虽然它这个水饺的产地 是在台湾 不过里面的肉 我们要标它原料原产地 所以它标示美国的 那还是日本的 还是什么地方的 那就要把它标清出来 所以如果标示出有美国的肉 就代表里面一定有可能使用 含瘦肉精的肉类产品吗 有可能22%的可能性 22% 好 那第三个问题 那所谓你不想吃瘦肉精 那美国产品有22%的可能性 其他国家的进口肉类 有没有任何的可能 这里面大概说有在出产 就是说有出口 那国内他们有用瘦肉精的国家 大概有四个 就是美国 加拿大 纽西兰 澳洲 这些是他们有在用 而且目前有肉进口 我们台湾的国家 目前是被准许进入 那纽西兰几乎都没有 它没进来 它没有进来 那澳洲的量非常少 那大概占了0.2% 反而anyway 就是很少很少 那加拿大是我们的一个大中 那加拿大是大中 但它自己是做自主标示 他们的猪肉的出口上 基本上是不用含有 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来向台湾来销售 所以他们都有他们 但是农业部门里面 他们的一个自主标示 是没有含莱克多巴胺 这是他的承诺 对 他承诺 而且做 对 所以您意思就是 只有美国的进口肉 才有可能含那个 而且目前只有22%的几率 其他国家的肉类产品 不是没进来 就是它已经做了承诺 不会用莱克多巴胺 这个瘦肉精的实验 这没有错 那为什么 就像现在社会上 还有一群人 你也听到很多的声道 就好 产地之外 可不可能 我举一个就是台北市场 他认为 引用它的话 一定会有国家 一定会有产地 专门生产 用来进口台湾的猪肉 那些产品 现在没来 未来还可能来 目前全世界还有20多国家 可以使用的瘦肉精 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 未来的 第一个我们要先局限这范围 欧姓先生 我们现在进来大概13国 那9国是欧盟的 他们是本地就禁止使用 所以那个情形大概不会 那有的就是这剩下这4国 那这4国是不是会特别故意 就是不故意了 就是针对这样有一个可能性 所以他就这样子做了 那我认为这个可能性 其实不高了 因为在台湾在里面 大概基本上这些生意人 也都是将本求利嘛 所以他们看清楚 大家对于这个莱克多巴胺 其实过人非常的反感 好可以这样讲 然后他故意去禁 大家很反感的东西 我认为这可能性很低 这可能性很低 那可不可能将来 这4个国家 你刚刚提到的 任何还有新的国家 他们开始有肉类产品 要进入台湾的时候 卫福部或者农委会 会举期告诉大家 有一个新国家要来 其实我们大概都不太会准 你可以做这承诺了吗 就是不会准这些 4个名单以上的国家 包括您的跟别的部位的协调 其实你明年不可能再新增加 猪肉进口国 很多的一些经贸的关系 其实美国家互相的农产品的进出口 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 大家的一个承诺在 真的都不是想要开就会开的 但是您的态度就是 你看不出这个可能性 对 应该是不 这不会有 OK 那如果这个可能性也没有 那您觉得为什么 现在有这么多人要求 当然我的数目这么多 我要保留一下 的确有这个声浪 包括有人要上街头 要求要处于零减出 而且必须标示零减出 为什么您觉得 从他们历史上讲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对 这样讲就是说 应该第一个想法 就是说那台湾流就 台湾租就可以不含 对 这是做得到的 租并不是因为没有用 莱克多巴胺就涨不大 对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 大家问说有没有必要性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有必要性 那风险是不是让大家能够接受 所以大概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讲它的一个必要性 那必要性并不是我们这边决 我们微步步没有什么道理 说突然我要让这个进来 这个进来 我们是负责说你要进来的 我要定一个标准 让你是安全的 这是我们要做 但我也知道说 它的必要性是什么 因为从我们加入WTO起 其实我们就成立 承诺这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市场 那大家都在这个自由贸易的 这个帽子底下 里面大家进大家的一个协商 等等的 那每一个人都怕被扣上 就是说我是故意做贸易障碍 而这个贸易障碍是一个非必要的 所以在以前大家对于莱克多巴胺 那时候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必要的障碍 因为那时候大家认为莱克多巴胺是不安全的 可是等到这个莱克多巴胺在Codex被定出标准之后 那那个在国际的贸易年被认定是不安全的 这样的一个就已经被去掉了 所以大家要各招理由 知道就我的饮食习惯这样子不行 我怎么样怎么样不行 那所以在101年我们开放的牛肉的莱克多巴胺之后 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接受了这个莱克多巴胺 ADI就是每天可以设施的量是一维克 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在那个时候就等于已经是接受了 然后接下来在美国在每年的这个 所谓的一个贸易的报告里面 都会提到就是说 那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莱克多巴胺 每天的设施量一维克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放在牛肉跟猪肉里面 一点危险性风险完全是一样的 那台湾凭什么可以不开 就这样的一个 就是那以前我们大概在开牛开猪的时候 大概都有在贸易上面做这样相关的一个承诺 但是我想不管哪一个政府都因为在野党的反对 所以就做了一部分 那在这一次里面是认为就是说 莱克多巴胺这个牛肉里面 一样的一维克的这样的一个设施量 那已经近了八年 那全世界也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 所谓的食安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讲就是说在美国里面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经贸关系维持得更好 那是不是考虑来开 那当然第一关就会有两关嘛 经贸上面它有的必要性 我刚才讲必要性 第二就讲就是说它到底安全不安全 那是不是订得出来 过犯经师习惯是不是特别不同 那所以我们就跟专家订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安全标准出来 其实大家仍然觉得就是说 大家好像我没有回答是一个必要性 另外大家觉得说是不是安全 事实上我觉得安全是没问题 那其实这里面还更重要的问题 是大家觉得说好那你有必要那也安全 但是我就是不舒服 我就不要吃 那你应该让我知道嘛 那就是说 对那我们是标示原产地 那标示原产地其实在贸易上面就已经让很多地方都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必要的障碍 不过每个国家都说我们标原产地并没有所谓的歧视 我们是这种所谓的食品的履历 大家都在做 所以必然会标志从哪里来的 所以这里面大家就比较对用产地大家比较没话说 那你要标示到所谓的一个残留的用药 那问题就很大 我们动物的残留的用药有大概一千五百多种 那农药的残留有大概七千多种 那每一样都有毒 每一样如果你剂量不管是它 它都有毒 但是那个都有一个安全的剂量 所以我们大家认为说安全剂量以下都是安全的 那你怎么这里面这八九千项 你们去选一个特别来标 因照的一 那这里面就变成 那难道就是说 那有一些特定的抗生素 有一些用药很多 那些用药其实都很多 那就比莱克多巴胺要不安全或者安全 没有 那是主要是剂量的问题 只要在那个剂量以下都安全 那政府就是要来跟大家就是来就是这样 就是来守这一关嘛 就守进来的东西都在安全容许量之下的 它才可以进到市场里面来 那我们透过从边境的管理 从后市场的机场都不断在做这事情 像我说秋冬现在进来大家听说 有一些蔬菜水果 它的那个农药残留量就超过了 那就是我们在保 要保障人民使用都在这个安全容许量之下所做的 不知道那我的想法 其实也许也许太误实了一点 那你就公布一样嘛 就是大家莱多克巴胺这个我公布出来 它是零减出或者它的残余量 至少我平息社会上的这些争议 至少我给你了一个知的权利 你要不要公布其他七八千种的第二种我们再说 难道不能这样子吗 就是我公布嘛 就好你要求这个 那我让大家批准 不要在这个问题继续政治上纲 无限上纲化 不过我也很想要啊 不过政府在施政的时候 那个横平性很重要嘛 有别的单位不在家 我们很难不是 我们很难就是说 现在为了这样的一个政治 让大家都安心 然后我就直接把这个公布了 那我马上碰到其他的 莱多巴胺这些可能进口商 他们也一样有 他们就那你为什么公布其他 其他剂量 超过剂量也会有问题啊 那你为什么不全部公布 那马上遇到这个困难 你觉得这个立场到明年 还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吗 如果社会上还有很多的 争执声浪 抗议声浪 或者是要求声浪 这东西要让它争执 我倒觉得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鼓励 就是说 那其实厂商为它自己的一个 说所谓的一个经济价值吧 或进口顺利 就我们鼓励他们自主标示 他自主标示就没有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这种就规定标示会有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用法律去规定 这种安全上不必要的行为 因为你有太多的后遗症要考虑 对 那可是厂商可以啊 就是他自动自发 而且对于他的商机搞不好有利 因为他可以标出来还有更多的消费者的保障 他不标大家都认为你可能有啊 对不对那我可能进来就没有啊 那你就可以自己标啊 我们就鼓励大家能够自己标 你现在进行这个道德劝说了吗 没有因为现在这个法都还在立法院审嘛 他还没审 我们也不能够做太多的这些动作 好像就当作立法院的审 我们没有说尊重 其实我觉得今天听你的说法 您是蛮能够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也站在一个国民立场 当然也不适应您作为一个首长的一个立场 您努力来求取一个平衡 但是平衡当中呢 不能失掉您自己的一个立场 但是基本上有一个大前提 您刚才告诉我们 就您的态度就您的角色 它的安全明年1月以后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们不认为 我们认为实在是非常安全 非常安全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两个行为 我们都要讲一个安全的行为 那政府用法去定 那交易行为 政府要不要用法去定 其实这是要值得大家很深思的问题 我们本来消费行为就是一个free 就是很自由的会选择 那透过契约的行为 消费者保护等等的行为 去规范我们这所谓交易的行为 那这当时要用法去定 其实会留下很多的后遗症 你以后是不是规定说 什么地方就什么东西不能买 那其实就会违反 如果没有安全的必要性 它就会违反了我们这些公平贸易的颜色 我可以这样的同意 所以说如果厂商他不愿意这样做 民主可以做 那我也可以怀疑你令我居心 那我们不敢这样说 不过我们就希望说 其实大家都在做你的产品的履历 你就把自己的产品履历做好来 对不对 你现在在台湾现在讲这事情 讲到这样子的 我法没有办法去认识 那但是你为了自己的一个商业利益也好 你就让大家清清楚楚的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 这商需要做什么 那需要我们政府来帮他的 比如说实验室 我们现在也多认证一些实验室 帮他可以做一些检测 那让他怎么样的一个规格下 我们来认定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有效的 这些东西可以做 但是出发点是要有 部长元奈之后你会到时候 每天要去吃美国猪肉吗 我常常要澄清这个事情 我吃是没有问题的啦 但我并一个说我并不鼓励吃 好像我天天吃去鼓励是 然后第二个商事讲说 我有三高所以我不吃 这我必须要再澄清一下 那是因为谈到猪肝猪肾 他说坐月子的妇女 每天吃一副的猪肝 加一份的猪肾 所以这个量就会比较多一点 那我说其实那个量 在我们的衡量里面 也不会超标啦 每天 但是呢如果天天这样吃 它的胆固醇很高 恐怕对有三高的人是不好啦 并不是说我因为量不吃啦 我是因为说吃的量 其实不是因为 莱科多班对你不好 所以那些胆固醇对你不好 如果你天天这样吃 怎么可能 你每天吃一份猪肝 吃一份猪肾 一个260公克 一个360公克 你有没有影响到这个情况 可能你明年 经常会有媒体会有人 就是你来吃一个 我会很困难 对不对 我就吃美国猪的话 那国产猪农就骂我 就是说你都不退场国产 那我吃国产猪 大家就骂我说 你每天要吃猪肉 大家就骂我说 就是说你自己不敢吃 你还要进来 所以但是我们在政治上 往往也会碰到一些 两难的问题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嘛 人不要说政治 每一个人都有两难的问题 恭喜您做阿公 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礼物 要送给您 也是经过管理学院 他们所准备的 也谢谢您在这段 台湾最困难的时候 所肩负下的责任 就上次我们就这个样子 对不对 上次有改进 有改进 同学 这个解释一下 这上面的构图好不好 来 这是为了 多了一个 我在看到 谢谢 多了哪里 多了一个小贝比 在这 对 很可爱 很可爱 非常可爱 所以你就是 也庆祝部长 然后也祝贺他 还有什么话 要跟部长说 就是你很辛苦 然后为了 就我所学的专业 能为你做一些事情 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 那我们可以切分一下吗 这里面看起来很丰富 小朋友两个月还是多久了 9月 还没有两个月 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我记得那时候媒体的访问 你说你去医院看的时候 去医院看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吓一跳 部长来了 对 我们签一下 部长你先切吧 好 好 来 谢谢 那该怎么切 这我也不知道 要把这个拿起来 我们会帮你们再补贴 那你先切一刀 我们就切一刀 对 切一刀 有没有什么心愿 心愿可以每隔一段时间 大家都安全的 那可以再吃到你们的蛋糕 好 好不好 部长小孩 心愿他愿意再来每个月 然后明天不必吃那么多猪肉 那时候应该是抗议一百天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是抗议一百天 他们很有心啊 就是特别忘记准备这个 然后呢 部长你做吧 好啊 好 那趁着你心情好问你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市长的选举话题 在你身上也一直缠绕不去啊 那我只是台北市 我不知道你有重于其他的事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大家就是 因为你可能那时候声量高吧 那大家就会把这个就联想在一起 那我其实一再跟大家讲 其实我这段时间 光是我们卫福部的事情 能够都把它处理好 就不容易了 说老实话 你没有东兴其念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东西要选举是 选举那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谢谢老师同学 谢谢谢谢 然后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想到那种事情 因为我知道那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要面临的事情非常的多 光是不要就是其他 就是抗议我们就好像成功 可是后续你想想看 疫苗边境等等的事情 那真的是都是每一件都是 都不要不要说 那个每一件稍微有一点错误 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第二个我们那时候还讲到 就是说整个健保财务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必然要去解决的问题 明年最有个大问题 健保的财务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当部长必须要做的 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 尤其我自己又已经当了三年多 那健保问题 健保我自己也很熟 自己也非常的熟 所以我必然是要面对这问题 我突然想到您是不是非要等这个疫情 真的趋缓 把国内的整个的疫情管控问题 做到已经尽不容易了 做到完全的接近到最后 大家能够让您走的时候 才让您卸下这个重担 才让您转到其他的岗位上 会不会这样子 就是您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做完了 对 我自己 你也希望这样子 对 我自己这而言 我一向 当然人家不要我是没办法 但是我一向不喜欢当逃兵 我认为这个职责所在 那就必然要去面对 如果你说问我 面对完之后 我会想到什么事情 如果面对完了之后 大家就想出国 这我也想啊 我要去游四海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这些事情都能够处理的 高于段落的时候 对 我也希望出去走一走一走 这如你应该节目开始 这个疫情来临的 也是没有任何人能预料到 将来任何的在职务上的 或者在民选的这些 小主舞台上 你也是无从去规划预料 您自己没有排斥或任何拒绝吧 也没有任何的 没有 这里面大概是 这比较困难的问题 我喜欢拿我太太的话来跟你说 我太太跟我讲就是说 那你以前对这个卫生的问题 医疗的问题 健保问题你都有兴趣 而且也长期的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当我要投入这些工作的话 他没话说 他觉得本来先生 出发性就在这里 他说你从来一辈子 我们都没有想过说 选举这件事 那太太就讲到这个地方 他只是说 我们符合我们出发性的事情 太太觉得 好像有一点就是 一定得来给他停 那其他事就不见了 我不想 我也听过很多人 最后他们说服他们太太 没有啦 这东西确实事事难料 我还记得就是说 我比较小的时候 我比较年轻 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讲t 踢去 我们爸爸都是说 过程做好了 结果不重要 我年轻就冲着他这句话 我说结果做好了 过程又怎么样 对 我年轻就要做好就好啊 你观看我怎么用 跟我到这个年纪 尤其在这次COVID-19这个事情里面 确实就体会到他们 应该是我爸应该说 也是前辈他们的想法 就是你难料 那件事情你永远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COVID-19怎么变化 你面对的东西太多的无知 我们是无知的 那你如果一直以为说 我会把它再处理好 你跟我怎么做 你没办法去想 你只能想说你在这纲位 你每一步该怎么做好 所以换句话说 人回到一定的年轻的社会 意气风花讲 就是说我做得到 那又怎么样 年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我们其实是无知的 那我就必须要 我每一步要把它踩稳来 也不需要去想太多 大概是这样子 你的回答比说yes更有说服力 真的是这样子 对我知道 非常谢谢您来我们节目 我更感激您在这个疫情中 我想所有台湾人对您 都会说一声谢谢你 哪里哪里谢谢 那也跟你谈得很愉快 那这个菜看起来都非常棒 亲一口啊 同学做得辛苦 对 这看起来是很棒 对对对 等于可以打包回家 他是做得不容易 做得很好 而且他的头发跟你有变小 他做得 很有意思 蛮不错的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大家是